說好香港故事,不要令香港有什麼負面的形象 但問題是,你現在的運勢不行的時候 希望你多改變一下自己的氣場 真的很重要,穿紅色底褲 尤其是新精頭穿多些紅色衣服 穿紅色鞋沒人看到的 穿紅色鞋是網傳統中東人穿紅色 藍廳,穿紅色鞋,下一個是什麼? 我不說,自己領悟下一個 這個不行,所以不要穿紅色鞋 題外話,你猜今年甲神年,車公公簽了? 這個不知道,誰代表去求呢? 這個真是吵架,一定是鄉義局的 一定是劉皇叔的 他的兒子,公子 不用想 這個車公有位大師解簽,識解的 我怕今年的簽... 是啊,如果大家觀眾有聽過 《立春八字》那一集就知道了 我都是四、八個字形容的了 金玉其外,敗稅其中 很多東西都是學,表面 但內裡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這件事,大家有心理準備 還有今年省一點,大家 這些東西 我真的覺得,你車公那支簽 以前我們純粹說是柴板樓 現在不是的 真的變了你指導了我們 怎麼看今年的運程 哇,去年那句話 威人威威,不是威 那真是不威 是啊,不是威,現在真是不威 現在不只不威,還出現了一些負評 但是如果說回美思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就不要再去高調 你回去低調 你說的 你越高調反而越衰 因為運不行 但你現在的客觀形勢就不是 大家在這裡炒起這件事 對,有時的東西不道理 處辱寂風不適 對,有時的東西都不道理 運不行就不行了 好,我們說運了 過年吧 過年有些什麼 我們應該做,不應該做 過年嗎? 過年就... 其實我們這一集出的 應該都在明晚 對嗎?明晚 不是,我們有場下集 對 我們做比較長 對,我們分上下集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上次說了不應該做哪些 那些就不重複了 但是我想說什麼 在年初一的時候 大家記得 事前將所有充電器 要充電的物件 包括電話 或者可能現在 家裏很多充電的家電產品 例如有些感應燈 譬如自己的個人電燈 騷跑等等 那種充電的東西 麻煩大家 就在初一前 充飽它 充滿它 水壺 就是那些飲水機 裝水的水壺 裝滿它 不要刺激 不要刺激 不要不滿 大年初一講義頭 所謂常滿常滿 好像等於那些人 米缸 要填滿它 如果以前的米缸 年尾的時候 千萬不要充 是啊 因為這個代表 充衣足食的一個現象 這些一定要先做足距 跟著這個傳統 再來就是說 新的一年 我們就要有新的什麼呢 隔空的位置方位 上集也有說到 如果你放藍花、桃花 什麼花都好 水仙都好 記得今年就不要放在西面 和東南面 當然除了這兩個方位 整個九宮非星的格局 我們今集現在順便說 就是說 哪些位置做些什麼 或者可以放些什麼 催禍或者化解呢 首先我就由這個 由這個中宮位講起先 中宮就是 今年所講的就是 踏入這個九運 甲神年了 三璧入宗 三璧是什麼來的呢 三璧經常都說 是一個癡猶星 和是非 好用鬥痕炒鬧 初則口角計而動武 容易惹官非 所以大家不妨 要注意下這種三璧 三璧代表震 震就是為雷 所以有些很多東西 會突然間來得很急 很突然的 甚至乎是非 而甲神年正正就是 甲木透天神的土 甲木黑的神土 即是木黑的土 三璧入宗 所以形成呢 今年亦都容易多地震 多地震 尤其是一些東面 東北面的方位 或者一些中土的位置 當然地震大的地區 我們經常都說 譬如日本 台灣 包括中國大陸 甚至乎你看到 土耳其 那些都是一些地震大的 所以經常都說 香港是一個福地原因 就是因為沒有這些地震 沒有這些天災 但是有日亡 所以這個日亡已經更大了 所以人有運閒 就少禍災 沒有運閒 就多禍災 這個其實大家都可以 在中間位置 放一些紅色的物件 化一化它 尤其是如果你說 你家裡的天花燈 是中間的 你就多點開一下燈 燈是火 但是你開燈 你有沒有計算什麼顏色? 開燈都是用黃燈的 不會用白燈的 紅燈就不好 紅燈當然不好 你家裡沒有 你用紅色的 但我真的見有人 有 紫色紅色也有 很奇怪 這些其實是否那些 某種的 不知道 是否有些宗教的問題 或者他當一個壇 很難做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正常一個家庭 你要和諧 柔和的 那就是黃燈 是吧? 黃色就是代表柔和的 這盞燈 那好了 再來就 說完中宮 我就由這個 東北方開始講了 東北方今年就來 這個叫武曲星 我們叫六白的武曲星 簡單一點 有些派別或者師傅 當作是偏財星去看 當然沒有錯對 但是當你用得著 這顆武曲星 其實它真的可以大脅到 你什麼呢? 家觀進著 那你家觀進著 就自然有什麼? 財都多了 是吧? 所以不妨 大家都可以 在這個方位 可以 如果按門口 你便鋪一張 米色的地毯 旺一旺 鋪一旺 我看外面那些麻雀館 鋪一旺 全都有理由 當然 有看風水 麻雀館 一定有看風水 我看在黃果那間 不改名 黃果那張地毯 長到 後早 麻雀館一定有看風水 我們心盆康 這頭都很尷尬 在序陸街那邊 你走過 看到 你如果適望 是有的 而且人家的門面 是金剛閃閃的 是吧? 好像一個金庫 其實就是 跟什麼? 因為金是代表對掛 跟娛樂有關 打麻雀便是娛樂 別人懂得回應那個數 那財政司應該做這些事 是的 真的 真的 有些事情不到你 你不相信 對嗎? 對嗎? 最主要就是 如果他們 有找師傅幫他看風水 起碼令到他做事 都順利一點 對嗎? 你做事順利自然 就做得什麼? 做得得得身應手 這幾年 大家也看到了 夠的了 幾年 這幾年做事都是 不要說幾年 一個月你都要 對嗎? 就是永遠 壞事一分鐘都嫌多 好事 一世你都嫌短 對嗎? 交通意外 即是出意外 都是一分鐘那一下 真的 好 到東方 東方來一顆 100 這顆叫做什麼? 貪狼星 這些是跟人緣有關的 還有桃花有關的 尤其是 如果想求桃花的男士女士 不妨多利用這個東面的位置 如果剛好你那個 你自己正在睡的位置 就是一個東面 或者你家門口的東面 我恭喜你 不妨在這個位置 沾染多些 聚多些 甚至乎你可以放些少一些 一些金屬的華麗的飾物 在這個位置 催旺的桃花的貪狼星 再來東南方 東南方有一顆叫二黑 二黑一聽就知道 大家都經常聽到 五亡二黑 二五交加 必選主 二黑代表病符 它又有一個名叫巨門星 當然二黑最簡單就是 說明是黑 黑代表一些陰暗的東西 菌類的東西 即是說容易病 所以如果在一個方位來講 正正香港還是東南方 即是說會不會今年 香港都容易多了病菌呢 大家自己多些保重 做多些運動 或戴口罩衛生那些 如果家中家在東南方 當然你可以放一些銅器物件 做一個化煞 甚至乎一些銅鬍鬍鬍等等 都可以的 再來就是一個南方 南方就是七尺破軍星 我經常都說 如果聽開我們的節目 我經常都說破軍這個七尺 很明顯七七七 就夠破 破軍的力量真的很大 破軍的意思就是有破話 亦都可以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容易不見自己的物件 或者是預賊仔 甚至乎被人搶生意 叫走你的生意 尤其是做銷售的那些 而且如果做生意 如果你開破軍門就麻煩了 一定是沒有運行的 因為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這個問題 我們是怎樣去化呢 其實很簡單的 你可以放些少水的物件 甚至乎你簡單到 放杯水在南方位都可以化一下 可以減輕這個破軍的力量 再來到西南方 西南方就是最重要 西南方為何重要呢 因為今年來一顆吉星 右拔 九指星 現在九運 正式達入 我們要多利用九指 尤其是想結婚生子的朋友 因為九指道門 我自己在去年 已經有兩位相熟 一個是客戶 一個是學生 他們同一時間 他們同一時間 剛好他們去年都開九指門 結果兩個都得償所願懷孕 這件事真的很應 所以不妨大家利用一下九指位 如果想結婚生子的時候 可以做些什麼呢 很簡單 如果你說你是在門口 你可以放一張綠色地毯就行了 什麼綠都不要緊 草綠色迷彩綠 現在很流行的橄欖綠等等 這些都可以 再來西方 西方就是五王 五王到西方 今年西方國家 就多些災難的事發生 甚至乎 西方有某些元首 當然很難說是哪一個 只不過是西方國家 會有一些元首出現一些 例如下台病痛 拜登那些 甚至乎嚴重的就是死亡 不是啊 他的樣子真是癡癡呆 坐馬台 是吧 那你博老婆 他可能隨時坐牢 沒有這些大數據來的 所以這個方位 如果你家中剛好開正西方門 不妨可能要放一些銅器物件化 甚至乎 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千萬不要放紅色物件 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千萬不要放 再來是西北方 西北方就是四六文曲 文曲跟文昌有關 所以在這個方位 大家不妨 四六文曲 不妨小朋友讀書寫字 或者大人又要考一下功名利錄 或者進修的話 不妨多坐在西方位置 嗯 擺什麼呢 很簡單的 擺杯水也可以 好 因為擺杯水也可以 最後就是北方 北方就是左負星 八百 我們叫財星 嗯 大家聽說八 中國人就是 一六八 最好以頭 一六化 一六化 八百星就是財星 北方就是屬水 但是我們 因為你身旺的八百星 簡單一點 你可以在這個位置 放一些紅色的物件 或者如果你是門口的 你不妨可以什麼呢 嗯 鋪張紅色的地毯 可以摧往白白的財星 嗯 方位就是這裡 其實最主要 我們 在我的概念 都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化解一些 二黑五黃啊 三壁啊 還有七尺破均這些位置 最重要的 嗯 你沒有這些麻煩的東西 你自然 人呢 做事順利啊 是吧 還有健康 最重要的 活得開心 尤其是現在活得開心 唱歌 不要像局長那樣不開心 是啊 真的千萬不要像他覺得不開心 我也替他不開心 我們也替他不開心 這是真的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大家都看到一些不開心 很多時候就是輕生 是吧 什麼都行 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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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開心 很快就蓋 很快就蓋 這些 你不要放大這件事便可以 不是啊 局長 我真的怕你 你不開心 我們也替你 真的害怕 因為那個體育 娛樂的範疇 如果沒有你 誰做 誰做 真的 沒有人敢做的 對嗎 對嗎 即是看你做得不開心 下一任的 不敢接手 所以你應該 保持開心 開朗 用多點火 用多點火 讓自己 那個叫做什麼 方向感強烈 一點 這樣 好了 那我們就算了 今天就過年了 過年的時候 我們都 這個節目 都做好一些 的題目給大家 所以大家就過年的時候 聽回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 去做自己適當的行動 參考 最重要大家 拿這個資訊去參考一下 適用的拿去用 適聽的繼續聽 多謝大家 多謝幾一年支持 我們由17年開始到現在 很久了 忘記了那麼久了 多謝大家 這麼多年的支持 繼續聽 那麽甲神年 鼓勵大家 新年進步 萬事如意 萬事如意 新葬力傑 新葬力傑 這個最重要 龍馬精神 龍精夫馬 我們下次再見 好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